-Let's go! 大家好,我是Pia哥 今天這一集非常特別 我們受到國泰四華的邀請 跟四角戀一起到日本沖繩 YA! 第一次出國 第一次出國 第一次我們四個人一起出國 然後要來拍一個非常特別的 美食路跑 來吃完我們整個沖繩的食物 我其實不知道美食路跑是什麼 好露霧喔 這是Pia哥哥的一個影片系列 一整個做得好幾集了 對啊 怎麼樣,你每一部以後 我的每一部以後 你們都看嗎 有啊 有 好傷心喔 Pia哥,你要教訓他 對啊 你要用食物教訓他 我只要用食物教訓 我只要晒我食物 但基本上就是 我們今天會去吃很多食物 所有的路都是要用走的 蛤 蛤 對,用走的 現在走到那邊 你們不是看過 我們目標 要用走路道 我們現在要走到那個國際的喔 應該可以不用從這邊 但是我們目標步驟 從現在開始到明天的下午 總要走兩萬步 OK,可以 我們要用我們走路的那個消耗費量 把我們食物的量是底下的 對,沒錯 而且這次比較特別一點 就是我們四個的影片都是串流在一起 對 所以你們吃多少的熱量 我們都會換算成金錢 然後變成隔天 hook 料理可以買的食物的份量 不打遊戲規則 哈哈哈哈 就你們吃多少的熱量 我們就有多少錢了 比如說你今天吃了4000的熱量 你明天就可以有4000元的錢 都是有付得出錢 對 喔 好有動力喔 可以吧 所以等一下就多吃 A5合體 A5合體 計算是熱量嗎 計算是熱量 所以吃越 熱量越高的食物 其實越划算 是,沒錯 好,沒問題 那我們現在馬上出發去開吃 走 你猜我平時 一天平均都要幾步 你猜 差不多 520吧 哈哈哈 愛你兩倍 喂,1200 你怎麼還1200 為什麼會這樣 什麼 在你眼中我又是垃圾嗎 1200非常少耶 喔,對啊 因為我不走路的 你覺得1200很多是不是 我覺得 你不要想要那麼多 我之前看是700多 你竟然1200 要走2萬你可以嗎 我可以 我在日本幾乎都是走2萬多 但是我現在一直在找我的 他不行,他有皮膚顏 我的那個APP在哪裡 是HELF嗎 3100 整整多你快3倍 哈哈哈 還有皮膚顏他都可以走 哈哈哈 你還有什麼藉口 還有什麼藉口 我那些咧 我那些注意不要吵 什麼啊,這個啊 4500 我 他是最多的 你為什麼 你都沒有出門 你憑什麼4500 我自己是大概7600 哦 為什麼你要走去哪裡 哈哈哈 就是我就喜歡走去尿尿 然後我們健身房比較長 所以我一直走來走去 對,我憑尿問題 好 好 我們現在第一個點來到了國際桶 這邊一整條街都會一直吃 怎麼會保護 耶耶耶 這邊有一個很特別的東西 就是這個 這個 好像是 紫色的地瓜 哦紫色地瓜 哦,那感覺很好吃耶 我們先買一盒來吃吃看 結果紫色的已經賣完了 所以我們就買粉色的 這一個125大堂 125 來乾杯 好 中生第一餐 滿想像不到的味道 它的口感都一樣 嗯,對 都是軟的 那個餅皮跟餡 餅皮跟餡的口感是一樣的 我感覺紫色的應該會更好吃 因為紫色它下面是乳酪 然後上面是紫薯 對 明天再來買 哇 跑跑卡丁車 這要去哪裡玩啊 買了一個7的炸雞 我們的拉麵店就在前面 軟木 欸,軟木拉麵 哦 好像拍過 你吃過 好像吃過耶 好吃嗎 我吃過,好吃 我記得蠻好吃的 有比一蘭好吃嗎 欸... 我覺得一蘭麵比較好吃 真假 軟木拉麵 軟木拉麵,我吃過 這家我拍過 那我直接用你素材就好了 對 那是我們員工旅遊 然後我們第一天就來 早上就來拍這個吃 好,OK 那我們進去吃 來,你要點什麼 好,為了你,我很小心 你要這麼冰 對 這個很冰 兩個主席 這個很冰,兩個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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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等一下 我好感動 你等一下,會吃不下哦 第一站拉麵 拉麵 拉麵餅餅 飯 大聲一點 很冰 好吃 嗯 好吃 我覺得它這個飯餅麵好吃 真的嗎 真的 對不對 酸酸是 蠻厲害的 肉很冰 肉很冰 我們現在吃完了拉麵 我多走了3000步耶 你剛剛已經多走3000步了 對啊,我怎麼這麼棒 所以我們大概都多走3000步 我們還有7000步才能完成今天的任務 剛剛這拉麵就是 很熱 很熱的拉麵 對,很熱 我覺得我好像會比較喜歡伊萊 如果這兩個比較好 我也覺得伊萊好像比較好吃耶 我是覺得它比較有一點點 可能是因為我點特濃拉麵 特濃的湯 那我覺得丼飯跟那個餃子都蠻好吃的 餃子蠻好吃的 餃子蠻好吃的 雖然很小但很厲害 欸,對,它上來的時候我想說 是迷你版的 對,蠻可愛的 一口就可以吃完了 我們下一個地方 聽說是有很厲害的 豬排飯糰 耶,豬排 你今天是碳水化合一大選擇 對 來到第二間店 這邊是吃豬排蛋飯糰 還是我們要這個啊 很酷耶 好啊,那你就吃這個吧 突然間大排場 剛剛在沖繩還沒有看到 有在排隊的店 你要雲鏡啊,你以為我在幹嘛 好,來 好,來 黃色 哇,好多層喔 哇,好香喔 很photogenic 很實際上像 對,很打卡 很打卡,對不對 這個是臭豆腐 臭豆腐,真的有可能 我不相信你 它就是豆腐,這是苦瓜嘛 應該是苦瓜吧 哇靠 沖繩特的苦瓜料 那我吃吃看苦瓜 掰掰 因為在庫外可以來吃的乾杯 不行 不要吃啊 好吃 很好吃 很好吃耶 很好吃 它不會乾,因為裡面還有醬汁 而且它真的好正 它看起來確實沒有到特別好吃 而且它的飯粒粒分明 很好吃 請你一下 等一下,它臭豆腐也好吃耶 臭豆腐 它真的是臭豆腐 而且有點微微的臭臭的感覺 對,滿特別的 我覺得口感好,好麵 你剛剛還不相信它是臭豆腐 好軟嫩喔,對啊 我們今天吃到最有反應的食物了 嗯 我記得上次吃那邊老師 哇 我覺得這個排隊值得 嗯 而且我們等了一陣子 我平時是怎麼不吃苦瓜的 對 所以你的臨子已經太苦了 喔 這很好吃耶 我平常是會看不起這種 午餐肉片 spam的 我覺得這到底是給誰吃的 但是放在裡面 蠻好吃的 很厲害 這個值得吃 你們要吃吃看苦瓜的 嗯 它口感很棒 然後只有一點點苦瓜的感覺 就會很清爽的感覺 對 然後一點苦瓜的味道 就不會只有肉的鹹味這樣子 綜合這樣兩千九 大概是 八百台幣 我們現在吃完了飯糰之後 要前往下一站 很特別的一家店 苦瓜漢堡 從來沒有聽過這種東西 但聽說很好吃 就在這邊 打錢第一個正 我的胃還可以 放我的心裡 哪裡不行 我的心裡想睡了 所以你們現在大概幾分飽 我覺得有到八耶 我覺得我因為天氣九點三五而已 哈哈 我也覺得因為天氣 因為我其實算是 食量大的 我可以吃蠻多 而且我其實也是越晚吃越多 而且我到國外這個技能 會更上一陣子 但我真的覺得太樂太多了 我點了兩個 雙層苦瓜漢堡 我覺得它會蠻大的 好我們來吃一下 所以那個苦瓜 很酷 苦嗎 很酷喔 我覺得它又苦又甜 又苦喔 它就是 它有加糖 所以它一開始進去是甜的 但是後 整個後勁都是苦的 唉唷 非常的苦瓜味道 味道 你不要發生 很濕的水泥 我沒有喝過這種東西 我沒有喝過這種東西 你有沒有說話 我覺得後勁非常的像 就是我們印象中的苦瓜 對啊 沉住 等一下 它那個瞬間很 對 好 一般你真的是好喝的情果 然後一瞬間 就一瞬間突然變得很奇怪 就後勁就是苦瓜的後勁 苦瓜和 所以它的雙層是蛋雙層 它蛋跟苦瓜都是雙層 對 苦瓜蛋 它是苦瓜炒蛋喔 對 好厲害 你如何 還蠻香的 蠻香的 嗯 它裡面的那個苦瓜 雜屎 蔥乾蠻香的 苦瓜 苦瓜嚇到你了 它揍了你一口 苦瓜出現了 有點像你的冒險 過程中 它有一個苦瓜怪物出現 但是有發現它其實是好朋友 喔 所以這一開始比較難相處 OK 通往偉大行道 OK 一切都OK了 一切都OK 喔 酒量好大喔 好猙獰喔 好猙獰喔 苦瓜很多耶 苦瓜實在是沒有什麼苦瓜味 對啊 沒有什麼苦瓜味對不對 比較像是那種櫛瓜的感覺 它跟櫛瓜烘蛋是一樣 你吃不吃它的味道就是一個脆脆的 脆脆的 然後它起司醬母很多 然後大部分的味道來自於 那個午餐肉片 跟剛剛那個拌 有一點有一點 還是會苦啊 還是會有點苦 喔 比這片苦瓜有點吃掉 什麼辣 你還好熟喔 你怎麼嘴巴被寬了兩倍 我覺得我被苦瓜傷害耶 這個大家吃完都一點苦一樣 他們各有沒有吃好不好 有好不好 他還努力喝完那一杯 我覺得這不是一個可能會日常來吃的點 就是比較常鮮 對 其中有點苦瓜 然後吃上一點雞啊口味這樣子 然後分著吃 但薯條滿好吃的 薯條好吃 薯條真的很好吃喔 滿好吃的 我們現在已經 9000 欸 阿滴9000 我9600耶 9600 所以我們今天離目標 應該已經快到了 咪咪咪 我們走回去吃個冰 然後就可以回家 就已經達標了 達標 這裡面突然 感覺像是一個很大的美食間 突然熱鬧起來了 對啊 突然熱鬧起來了 我剛剛在後面是長這樣喔 有沒有按大的街道 這反差很大 轉過來 哇嗚 來到 Okinawa Ice Cream Blue Sea喔 好吃嗎 我的很特別耶 很特別 我就以他的特別心來說 我覺得這個 好吃程度可以接受 太甜了 Blue Wave太甜了 我覺得他有八百大卡 他就是蘇白蘇打餅 蘇打餅 蘇打餅 那他脆脆的大鍋餅 我也是 酸餅乾 裹得不錯耶 我滿好吃的 嗯 你的好吃耶 對他最好吃 真的嗎 等一下我還在把香草兵配上那個 對 有一些口感 蘇打餅乾的口感 我沒有棒棒 我真的都不吃耶 嗯 你的最好吃耶 我沒有棒棒 為什麼這都要這麼近 為什麼這都要這麼近 我學搭錢 搭錢 你們用我的口感 太甜了啦 我們是螞蟻喔 好 我們今天都走了 大概一萬一千步 熱量的話 每一個人平均大概吃兩千 然後我吃了三千 明天繼續 可是一個晚上而已耶 對啊 我們只有一個晚上 今天時間比較短 吃了食物比較嚇到我胃了 但明天就希望可以吃一些 更有趣的東西 就明天見 掰 好 我們現在是第二天 大家有沒有睡好 哇 你們很背光 開吃 我們去美國村吃牛排 最好新的最好牛排這個東西喔 可以可以 現在是要前往美國村 在這麼高溫走 我們的步數可不可以算1.5倍 不行 消耗更多熱量 沒辦法 我們還是要把它走 沒有辦法在街頭上吃小樹 它這裡也是濕熱 濕熱的 就很悶 我們來到了我們的Tarco rice 你好好近喔 我要先來 快一點 為了隔著 快一點 你看他好兇猛喔 他好兇猛喔 我有我有 他直接放開 我是在一杯泳裝 我就很不要 愛玩又膽小 對啊 對啊 我就是 所以外表很猖大一些 是他先把它記得喔 是他先把它記得喔 Tarco rice 脆肉 然後番茄醬的味道 它Tarco rice 跟Tarco的外面競爭 它可能下面就不會有Tarco餅 它就是把它下面變成飯 喔 Tarco變成是用飯 嗯 我覺得很好吃 但我沒想到它是用薑黃飯耶 我覺得蠻好吃的 我很滿意 我很滿意這蠻好吃的 很美是又有點墨許的感覺 就是它的調味不還太重 有跟人家吃8000塊的牛排喔 我吃8000塊150克 就要8000塊 最後8800 沙蘭應該是3分吧 沒有問題 我們現在送上來了 不知道哪個是哪個 對 因為店員就是家裹 對不對 我們就聽不懂 但是有一個是 價錢比其他600貴兩倍的 一個超級高級的 看誰吃得出來 玩什麼 玩什麼 8800 4000 磁環牛 磁環牛 我們要吃完之後開始辯論 對 為什麼自己的是最貴 自己的最貴 自己的最貴 這絕對不是罰錢嗎 這個我也覺得不是 這個我也覺得不是 我會吃到這個全部都不是 我跟妳是最好吃耶 是嗎 真的嗎 我覺得我們兩個是少 我覺得我們兩個是少 還是有點少 很符合你們的設定嗎 你很少 你很酸 你很酸 你還給我錢 我覺得我的不是8800 你的是怎麼樣 我覺得它就是燒的牛排 稍微燒 對 我的是牛味很重 然後很燒 最重燒的 我都吃到會有點酸 我覺得這不是 但是妳的吃法的味道 對 吃法的味道 入口的味道最好吃 我覺得它很好吃 油脂的味道也OK 然後是最軟嫩的 最軟嫩的 所以我們覺得這個是8800 對 但是不確定 所以我們要問店員 OK 哪一種 我們一吃的牛 然後才挺沒有 這是黑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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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天台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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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一直吃到最高的水 不好啊 但是我必須說 這一口 它第一口吃下去 那個滋糖味道最好 對 第一口真的很好 對 不行 我不再吃一次了 但是之後面有一個 一塊一點 喔 我懂了 它那個脂肪味真的很香 我覺得它後面那個應該不是酸味 應該是它牛本身度的香氣 我知道 它升華 升級 對 而且真的 我一開始也有講 我剛剛一開始也有講 它很好切 它一切下去直接你看 這樣就下來了 我覺得很軟嫩 這支影片會毀壞所有 以食物為主題YouTuber的形象 它到了 知道了價錢之後 然後我們就頭看都不一樣了 對 好啦 這個就真的才是我 因為你看這個 我是點三分熟啊 這真的比較像三分熟 OK 好啦 這真的蠻好吃的 你講的不好吃欸 好啦 它真的不好吃 這真的比我原本的一塊好吃 這餐吃了兩萬 但是這個 活它也會有回饋 所以沒問題 但是這個店裡賣最好吃的 對 這看起來像是一種蜜湯圖 是不是 嗯 冰冰涼涼的 喔 有啦 有啦 有口感 然後我會講話 可是有 它那個咧 這個也冰冰涼涼嗎 冰涼涼的 冰涼涼的 冰涼涼 感覺有點像冰涼涼的口感 對 它是冰涼 裡面有一點冷凍的 冰涼涼的 冰涼涼喔 靠 你是不是冰冰涼涼 冰涼涼 這個奶油很好吃 嗯 這個奶油很好吃 奶油是鹹的 奶油是鹹的 它的芒果很綿密 芒果很綿密 不會硬硬的 它有冰冰涼涼的嗎 又是冰冰涼涼 芒果很綿難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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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他們請注意我要領暖 所以他不可愛吃 好可愛 謝謝 哇 哇 好可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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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好吃欸這家 你覺得 都不會太甜 有說抹茶會變成很可怕 對 對,這是大人的抹茶 沒有沾到醬 跟冰也都是有味道的 欸,真的嗎 欸,真的嗎 OK,從昨天吃到現在 你們最有印象的食物 苦瓜汁 印象應該是苦瓜汁 那我覺得印象最深刻是苦瓜三明治 苦瓜三明治 那真的蠻好吃的 真的蠻好吃的 那個有今天顛覆我對苦瓜三明治的印象 雖然我沒有吃過苦瓜三明治 最好吃的咧 剛剛的 我試試吃冰 我覺得是那個三明治欸 苦餐肉三明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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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覺得最好吃的是那個飯糰 飯糰真的蠻好吃嗎 飯糰真的蠻好吃 飯糰蠻好吃 然後今天一開始吃的那個taco rice也蠻好吃 要跟飯糰比的話 飯糰是從頭到尾都好吃 從第一口就驚豔 而且飯糰它的料選擇可以蠻多 蠻厲害的 蠻厲害的 飯糰唯一的缺點就是它燒貴 座位區也容易買 太多了 飯糰是我們站在路邊吃喔 都覺得很好吃 在很熱的天氣 而且在美國村有一間 然後在國際桶有一間 所以大家可以來吃 飯糰真的要吃一下 飯糰讚 那我們現在平均每個人大概都是走幾個 五千三 因為現在這個天氣真的是太熱了 太熱了 我們都已經有點曬到爆掉 所以我們晚上再來走 我們說兩萬就是兩萬 我們晚上可以去海邊走走 可以沒問題 可以這樣嗎 我是這樣計算的話 不是吧他是去PS OK 我們等等見 OK 我們剛剛已經回到家 算好了我們總共吃了多少 你好有精神喔 我們總共吃了 一萬四千六百大卡 所以我們明天就一萬四千六百元 可以交給Hook來料理 大概三千多 然後順便給大家看一下比例的話 我大概是吃了四千四 然後你們大概都是三千三左右 蛤 好弱喔 對 你們兩個才弱好不好 我算很努力了 沒有辦法 以一個女生來講是很努力的 你們直接跟她一樣多 好好好 對 不好意思老師我想請問一下 你請阿滴掌金是因為她是這裡 顏值最低的嗎 沒有 因為她是這邊最會拍的 因為我最會拍的 對對對 我們現在所有人的熱量已經算出來 那我們就可以把每個人的預算 分配給明天要吃的東西 這就是剛好要介紹到我們的 國泰士華Cube App 母子帳戶的一個功能 就是她可以自己把這些帳戶給命名 然後你就可以把這個金額分配到這些帳戶裡面去 然後你就可以更加進去 有什麼沖繩旅遊基金這樣的意思嗎 對 所以我們每一個人都會有自己一個名字的帳戶嗎 對 有 我們剛剛已經設定好了 哥哥幫我們開戶 轉進去 不是你把錢轉掉了嗎 對 哥哥就把錢轉到我們的子帳戶裡面 你把你們的財產分成四分之一 對 沒錯 然後一人一個 對 那像是我個人平時可能會分成三等分 可能緊急預備金 購物基金 跟一些儲備金之類的 這些你直接把它分配下去 就會非常方便 你也不用再用其他的 你不用再用什麼記帳 你不用其他的App用 你就直接用這個就很方便 讚 這個真的很讚 因為你如果花完了 你那個戶頭就不能用 對 就會更有自制力 自制力 然後還有一個 國泰釋華Cube App的很棒的功能 就是叫做 目標儲蓄功能 它就可以每個月逼你 除一點點的錢 或者是除你一個目標的金額 像是我們幾個可能下個月 或是之後要再一起去 欸 欸 大概15天後 等一下 哥哥可以這樣破梗了嗎 可以吧 少一個人就代表我們在沖繩有吵架 對 喔 所以我在幾個月 就有把這個目標要存一個 十萬塊 然後我這三個月 它就自動每個月可以幫我扣掉 三萬三千塊 真的 對 那這樣子我下次出國 跟你們去玩的時候 我就有這筆錢 我就不會再擔心 所以就可以 可以讓你有十萬塊去BB 假如你有什麼目標 想要去完成 你有什麼夢想的話 你就把這個夢想設在這邊 嗯 設在這個夢想機器裡面 那哥哥 哥哥問你喔 薪水是大部分是五號 那請問他是幾號扣款 像是我是五號收到錢 那他就是五號 直接從我的母帳戶 直接扣款下去 喔 他就不會等你月末沒有錢之後 還被扣一個錢 哈哈哈 這樣 這樣 欸 這樣吃飯 喔 可以收到薪水立刻扣 自己設定這樣 在那一瞬間就把那一萬塊抽走 然後假如你有設好這個目標的話 你還可以看到他的達成目標率 假設你現在的目標是要存到一百萬 然後你已經過了七十個月 然後你已經過了七十個月 這樣是多少 七十八 喔 數學小天才來 天啊 我讀溫主太可惜了 哈哈哈 OK 那基本上今天的影片就先到這邊 希望大家會喜歡 那剛剛也有提到 就是說我們剛剛吃的熱量會換算成日幣 日幣 變成隔天hook影片 料理的預算 1460 1460 就差三千多塊台幣啦 而且重點是 攝影大哥跟我旁邊的這位 先生也都有影片 四個都有影片 四個都有影片 所以一定要串下去 一定看下去 看下去 OK 我們現在從日本回來了 這次日本的旅遊呢 既然是要出國 就要來跟大家介紹我們這次 大力使用的 Cube App 它有最全方位的一站式服務 那麼它消費呢就可以賺取小數點的回饋 所以別忘記到Cube App中進行權益的切換 它有玩數位 樂想購 去旅行 跟集精選 這四種不同的主要方案呢 就是應對不同的生活消費模式 那麼你每天凌晨的12點前都可以切換一次 先消費再切換也是OK的 像我平常大多都是在便利商店消費 或者是使用外送平台叫TakeTake 那麼就是用集精選的權益 那麼這次為了出這一趟國呢 我們在訂房啊 訂機票的時候 就會切換到去旅行 出國期間 像是本次的食物路跑 也都是用同樣的去旅行方案 那麼使用起來 就可以累積到非常多的小數點 之後呢 就還可以再折抵消費 超級的讚 這次呢是我第一次 跟我的YouTuber朋友們一起出國 我覺得一起出國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好玩 就有點像是畢業旅行的感覺 然後晚上就會一起嗨 然後早上在一起很累 然後再出去工作 然後過程中也遇到一些困難 然後大家一起解決 非常的開心 我覺得我們的感情變得更加的緊密 我們的身體也變得更加緊密 那麼就希望下一次出國也是一樣更加的好玩 那麼最後呢還是要感謝國泰世華的邀約 讓我們這一次有機會一起出國 那麼之後呢 假如有想要看到我們大家一起做什麼東西的話 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跟我們說 我們就下次再見 謝謝大家 大家掰掰